該怎麼樣用肌貼的貼渣 來讓自己的成績可以更進一步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這一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睿 今天我將教你們如何貼 小腿大腿膝蓋常見的肌貼 來戰勝台北馬吧 看到這場景 穿著這衣服 有點特別吧 我現在人在日本的娜霸 那我準備在明天參加一場馬拉松 也是我個人的出馬 但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跑完比賽了啦 所以可以看資訊卡 然後可以看到我的當天比賽的影片 還有前一天去看看他的Expo 馬拉松博覽會的一些片段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資訊卡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要幹嘛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再過三天台北馬就要登場啦 那在台北馬的當下呢 我猜大家應該都有點疑慮說 我真的哪裡還有一點痠痛 或是我怎麼樣 可以讓我的腳稍微在跑步之後 或跑步當中可以得到一些保護 所以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該怎麼樣用肌貼的貼渣 來讓自己的成績可以更進一步呢 那首先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背啦 這個背的部分呢 其實他的貼渣呢 是因為我個人在跑到後段很容易有聳肩的動作出現 那這個時候可能會導致我的擺手開始沒力 我自己就會覺得我開始跑不動了 所以我很常在比賽當中 因為有時候太累或快爆掉 會導致我的肩膀聳肩 這個時候會在我的背上做一些肌貼的貼渣 我會貼兩條直線在我的脊椎兩側 那這兩側的兩條的部分呢 目的是希望他可以幫我拉住我的身體 所以我在一開始貼渣的時候 要先做抱胸的動作 讓我的背肌伸長 那貼完之後回來 他自然就有一個 因為你是伸長的時候貼 所以他自然就有一個回彈的效果幫你拉回來 這個時候就會幫你做強制性的放鬆的動作 那貼一個橫條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在肩胛骨的周圍做一個 稍微的支撐 讓我在跑當中 那後段比較不會因為肩胛骨 後收不夠 然後導致我的肩膀手間開始痛 這是我貼背的原因 還有方法 那再來就是你們看到的這邊 前面兩個 就是兩個UA啦 沒有啦 這兩個就是膝蓋的部分 貼膝蓋的目的呢 其實目的也是要保護 在跑步到後段的時候 很容易因為你的膝蓋 不斷的跟地板做撞擊的動作 開始有一些疼痛 或是一些其他的不適感出現 所以為什麼要貼膝蓋呢 其實膝蓋的目的啊 對我來講只是一個保護的效果 它不是因為我那邊有受傷或是怎麼樣 那膝蓋的貼渣呢 它其實也是沿著你的膝蓋骨的上緣跟下緣 做貼渣的部分 那記得 稍微有張力的地方 都是有膝蓋骨的附近 在旁邊兩側 都只要自然的把它放鬆的貼上去 這樣就好了 那再來 看到後面 我的大腿後側有兩條 大腿後側的兩條呢 最近我發現我的兩腳的足弓高低 足弓落差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覺得應該多少都有關聯 就是我的右腳足弓差 稍微的比較低了一點點 稍微有足弓塌陷 但左腳是正常的 所以導致我在右腳的部分 我的腿後肌群 都一直是比較弱的情況 所以這時候我在右腳的部分 有做了兩條的貼渣 那這個目的啊 其實是幫助你的肌肉支撐之外 還有另外一條就是加強我的痛點 可以幫他分散他的痛點的感覺 好啦簡單分享一下 我在比賽前會做的一些貼渣部位 那希望這禮拜有參加台北馬的你們 也可以因為這些貼渣 或者一些其他地方 不同的貼渣效果 來幫助你在台北馬當中 都有更好的表現喔 那記得 因為台北馬快到了 如果你還有很多疑問不知道 我的影片有拍過的話 趕快去看一看 複習一下 跑當中受不痛怎麼辦 喝水的時候怎麼辦 很多影片我都有拍過 記得要去看一下 那就希望這禮拜的台北馬 大家都有好成績喔 喔對了 如果你這時候看到我這支影片的話 台北馬當中的EXPO會展 還有兩天 禮拜五禮拜六 那禮拜六我也會到會場 所以有機會看到我也可以跟我拍照喔 那就希望大家台北馬都可以跑得很好啦 那EXPO有很多有趣 好玩的名人分享 或是一些攤位的活動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去參與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記得了 螢幕閃動 東西 我真的不 bump 我們可以安裝 螢幕閃動 我們可以看到 螢幕禁止 螢幕